有讀書有問題,要問你 有書是否要問你 你有嗎? 你之後再問我,我穿衣服 你有戴的? 因為我現在沒有貨 因為有貨 他想馬上買 我們今天會說一下他的寫書 他先說他的寫書 他先說他的寫書 因為說明是新書 所以 當然他會有舊作 我是一個寫東西的人 你的手帳名拿著那一本 是一本散文的結集 我主要寫散文 一些生活的分享 另外那本 那本是關於信仰 即是我基督教 跟一個神學老師合著 但新書的一本 就是一本真人真事 改編的愛情小說 這本書是真人真事 其實是 作者 是把一個 發生在第三者身上 寫成一本書 現在可以困住 這個故事 是否吸引人 要把它寫成一本 好 對我來說 這個故事 不是很普通 為什麼呢 我覺得它的特別之處在於 因為這個故事是說 一男一女 即是他們 由朋友開始 然後成為了戀人 然後再分開 但其實他們當中是有愛的 對我來說 就是我身邊都有些朋友 是這樣的 他們相愛 但是未必在一起 但是很多時候 我覺得 男女之間可以有純友誼 反而是有愛情夹集在一面 才能 才是比較難維持 所以很多朋友 就是他們有這個 愛情的因素在一面的時候 他們說多或少走到差不多 就會分道揚鑣的了 因為你喜歡那個人 但是你們沒有辦法一起 基於很多種原因 也好 可能是對方不夠喜歡你 對方有另外一個伴侶 或者是對方覺得 總之兩個人一起 其實就是 比不一起 兩個人一起 會比不一起更加不幸福 所以最後就沒有一起 通常就會越走越遠 但是這個故事裡面 這對男女是可以 他們是一路成為朋友 接近20年 那我會覺得 我會很想知道 為什麼他們可以 維持到這個關係 而不疏遠 所以我就覺得 都值得寫下來的 還有我覺得這一種感情 雖然我們好像平時經常都聽 但是其實 真實又是怎樣的呢 那我就會想寫成紀錄落禮 那你有寫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找到答案 有的 就是我會說到 為什麼他們可以維持這麼久 在上一場觀塘分享會 都有說過 包括可能就是 首先他們雖然是相識 但是其實他們的生活 沒有很多的夾襲 所以他們是有一個距離 就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他們是很近 經常見面 其實可能有一方 他們是喜歡 另一個人更多 他可能會很痛苦 但是如果他們不是那麼近 那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他們可以維持 因為我假設對方 如果他沒有辦法去回應你的感情 但是你為他賠償你的人心 或者你好像很喜歡他的時候 可能對方覺得有負擔就會退開 因為我有些朋友就是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可能會疏遠那個人 所以那個關係就沒有辦法維持下去 另外就是要兩個人都要很有默契 例如這本書的兩個主角 他們就是很有默契 就是有些東西不會說穿 就是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不會全部都說得很白 還有你之前說 我們私下又談這個分享的時候 他也有說過就是 不去定義那個關係 因為你一定義的時候 可能你就一定一件事 他就定義了 那就沒有那個空間 還有最後我自己覺得 對我來說比較重要 可能有些人不是這樣對他 就是我覺得 因為他們沒有發生育體關係 就是決定做朋友 或者拉開距離之後 他們是很克制自己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他們沒有一起 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然後又彼此珍惜 我覺得這個就是 以上那幾個因素 就是他們可以維持到接近20年的原因 是 差不多一整年的 因為有時候都看我工作 忙不忙碌 有時候我會忙一點的時候 可能就會兩星期才交一次 我們一張一張寫 這個算是你出來 一方人做這個 叫什麼呢 代寫 這件事 最長的一個項目 算完 算完 因為寫整本書 和寫整個故事 寫一個故事是不同的 那整本書 來來回就差不多一年了 那你做這件事 和你支持做的那些 其他那些 可能寫人的故事 那些 當中最大的分別 你覺得是怎樣 我覺得超大的分別 因為如果是單編的話 那就是很短的 我可能只見他幾個小時 那以我 即是吃一次飯 是的 吃一次飯 或者喝一個茶 然後以我當日 對他的認識感覺 然後聽他 告訴我的資料 資訊 那我就寫成一個故事 然後我會給對方看 看看有沒有要補充 那但是寫這個時候 很有趣 我自己也覺得 就是 你會看到那個男主角 是有變化 例如他和他老婆這樣 最初我問他和他老婆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很喜歡他老婆的 就是他喜歡過女主角 多過他老婆很多很多很多 但我寫的時候 就覺得 沒有理由是這樣的 我覺得如果他不是 喜歡他老婆 或者都很喜歡的話 是不會做到某些事情的 所以又一直和他聊 他可能又和我再熟一點的時候 他就會 再說多些 或者他自己也會記得多些片段 然後就找回 其實 他都很喜歡他老婆的 只不過那種愛 和女主角的愛是不一樣的 但是這個演變的過程 如果是單一個故事 就不會看到的 因為我不會看到那個人很多次的 所以就讓我知道 就是 你接觸那個人 接觸一次 和你接觸他很多次 一定不同 因為我們的關係都會變 你對一個陌生人 你呈現的樣子 和你認識了他很久 幾乎好像是朋友一樣 是不一樣的 但是寫長和寫短也是很大分別 寫短你很快就會看到那個密落 但是你寫長的話 因為有時候連那個主角都會混合了一些東西 是會有前後的需要連繫的事情 所以寫完小說我覺得很累 就算我不需要憑空創作 也是比較疲累的一件事 但是你自己身為作者的時候 是怎樣去 怎樣去兼顧那個寫作的冷靜 以及你聽這個故事的時候的激動 其實當我看到你這條問題的時候 我真的想了一會兒 因為我又覺得 我好像沒有這個移動模式 就是我從頭到尾都是同一個狀態 就是我會寫他的故事 但是我自己本身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這件事又不會影響我去寫 因為無論我寫單篇還是寫整個故事 我一直寫的時候 我的腦袋也是知道我寫給別人看的 所以我有那個mindset 就是我寫出來的時候 是別人明白我寫的什麼 而我不會故意去想要牽動別人的情緒還是什麼 總之我就是把這個故事 能夠表達到他們想說的話 或者那個內容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平衡 或者自己的感情 和裡面的感情是怎麼樣 或者讀者的 因為這個也是我小小的體會 就是如果我寫散文的話 我就是把自己想的東西放在裡面 然後讀者看的時候就會看到我 但是小說是很特別的 小說是一種再看 是不同的人看過 明明都是同一個故事 但是大家的反應和領悟可以很不一樣 是的 所以我就沒有 我就不需要改變 只不過我就把故事寫下來 然後當然是我覺得要寫得好看 那最後讀者的反應是怎麼樣呢 我就不太理會 是的 我是拜作者以死的 所以就由一些讀者自行領悟 或者和我一起討論大家的領受 那你一開始聽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你也是用了那個很旁觀者 是的 然後你就用這個 是不是很精彩呢 如果大家都想看這個 一小時的一小時足本版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有一個派出的連結 讓你重溫這個分享會 最後提提大家也可以訂閱 買書在哪裡的頻道 下集見